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欣 那么这期视频带来的是iPhone 13 128G 然后这些iPhone 13都是一个美版的 无锁的机器就是可以擦卡直接用的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些机器的机框 机框都差不多 像他们这个的话 机框 因为是一匹积水机框差不多 这个只有一点点轻微的掉漆 然后边框的话没有磕碰 没有磕碰 然后屏幕的话 只有一点非常细微的硬伤 在这个位置非常细微的硬伤 然后这里一点点非常细微的硬伤 OK 我们看一下设置里面 设置的话 显示是一个iPhone 13 然后SIM卡无锁 就是没有不需要卡贴的 没有那种SIM卡限制的 然后电池都是100的 这个充电是一个80多次 然后电池100 OK 我们这个放一边 我们看一下这个充电100多次 然后效率100的 这后盖的话有点脏 我来擦一下哪个纸 它这个机器的机框是非常好的 机框的话 橙色能达到那种97星以上 就非常非常亮 这个一点点暗花看到没有 非常细微 就对着光线才能看到 OK 来看边框 边框的话非常完美 一点点一点点痕迹 就有点脏 擦一下就没了 OK 一擦就没了 这些痕迹 然后这里有一点点掉气 非常的细微 OK 这个机器的屏幕的话非常亮 非常非常亮 也是无锁的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屏幕非常完美 这个充电100多次 133次也是100效率的 来 我们看一下 这个后盖的话 也是一些细微的划痕 反而非常非常细微 对着光线才明显 就是不对着光线看是看不到的 来看边框 边框的话也是没有刻碰的 这个没有刻碰 来看一下 这个机器在这个尾叉这里 一点非常小的刻碰 这里非常非常小 就这个位置一点非常小的 来看屏幕 屏幕的话非常完美 屏幕的话比较完美 反正一点细微的 你不用显微镜去看的话 就是它瑕疵其实都可以忽略不计 毕竟二手机器嘛 对吧 这种这点小瑕疵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你要不要显微镜去看的话 就是我们这样使用手机 就这种全新的 比如说我们买个全新的手机 到手 就我们用了一两天 它就跟这个机器一样 就像这样 就肯定是有一点细微的 因为这个东西 你全新一点瑕疵没有的话 那还算啥二手机呢 对吧 然后这个机器的机框可以看到 橙色的话都是非常好 然后它电池都是100的效率 都是满血的一个状态 然后到手呢 基本上还在用个三五年 没啥问题 因为它这个是A15芯片嘛 然后又支持5G 支持5G的话 就是到手用个三五年 是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它这个内存的话 你要能接受 你要 你要说这个内存小了的话 那你得去买256 128的话 像我个人来说是够用的 反正有些群体不一样嘛 就他们可能喜欢 把视频啥的都存到手里里面 像我的话都是 配合这个iCloud去用 iCloud50个机内存就存照片啥的 然后128G内存就够用 反正这个机器 价格呢 就是一个全部都是R299 2300块钱 能上车一个13 无所128 然后还是100 100效率的完美计划 为什么这机器主要2300呢 因为它这个机器是一个企业配置机 就是带一个配置锁的 也俗称一个监管锁 像美版的这种监管锁呢 咱们用这个软件去跳过了就没有了 就是可以跟这样一样去用 它这个配置锁 就这个监管锁呢 就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 首先是抹除所有之后 就是把手机恢复上设置了 这个激活的时候 要用电脑去跳过配置锁 还有一个就是刷机 就是你跟刷机系统呢 就是用电脑刷机了 它这个配置锁会出现 也需要去用电脑激活 跳过激活 然后你正常去系统里面 OTA升级啊 比如说系统版本出到了 17.6 17.8啊 这些你直接升级是没有影响的 就是它只有母厨的手 就恢复上设置跟刷机的手 它会需要去那个 用电脑跳过配置锁 当然现在跳过配置锁了 也非常简单 就是现在的软件 艾斯焰机跟这个沙漏焰机 对吧 都是里面支持一键跳过的 也不是什么的呢 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东西 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就电脑连接点一下 一键跳过 配置锁就没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比正常便宜了 这个机器比正常应该便宜了 大概有300块钱 大概有三四百块钱 正常像这种机器 市场行情 怎么也得出到一个 267 2678的样子 反正这个机器便宜 差不多有300块钱 就一个配置锁 其他的全部都OK OK 反正这机器的机框就这样 也就是三个 因为这个机器特别少 就是市场到货 像这种配置锁的机器 它普遍就是电池比较高 层次比较好 机框比较没什么使用过 像不像一些存无锁的机器 它机框可能没有那么好 那么这三个反正 也没啥好挑的 因为机框都差不多 都只有一点点非常细微的瑕疵 反正你们到时候的话 用的都是非常OK的 那么可以有需要的 可以看我主意详情 有连接方式可以找我了解 那么这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